美股受加息影响波动较大 而港股又充斥着悲观情绪 在股灾的环境下 投资者的机会在哪里 不妨来看看李嘉诚的上市公司 或许可以帮到您 根据瑞信报告表示 长河在2022年的市盈率预测约为6倍 其估值十分具有吸引力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长江合计实业有限公司 是港股横止成分股中 变好唯一的股票 于2015年取代长石在港交所的上市地位 并在2022年中 港股市值达到了2291.13亿港元 作为李嘉诚的亲生子女 长河是一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有着经营业务的综合企业 主要四项核心业务包括 港口及相关服务 零售业 通信业务和基建服务 在2021年6月的上半年业绩爆表中 长河拿出了总收益年增长11.82% 每股盈利4.75元 以及纯利润年增长41%的成绩 虽然香港的市场在2021年被悲观情绪所填充 但回顾往年的股市 无论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亦或是2015年的港股大时代 在股市跌完后的第二年都有一个较大的回谈 正是这样的环境下才为众多价值投资者 创造了更多的寻宝机会 其中 长河就是一只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寻宝机会 受到市场的波动影响 长河在2015年至2021年间的股价 一直处于下跌的趋势 自港股大跌以来 李嘉诚一直保持着越跌越买的回购计划 从2021年6月开始 长河就开始实施回购股份 集团也愿意出售资产 这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释放价值 瑞信也发布报告称 长河目前的估值相当于2022年公司的适应率预测为6倍 补息率为5.4% 估值在2022年具有吸引力 其次 长河的业务遍及全球 其经营的板块多样化 包含港口 零售 基建和能源等 侧面反映出投资长河一定程度上 是一个较好的分散风险的投资策略 但是 受到疫情的反复的影响 导致各方面流通量降低 而出现通胀风险 以及供应限制 对长河的未来持续带来不确定性 但自疫情以来 长河不断转变及调整运营策略 以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因此长期来看 长河仍具有一个较好的投资机会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-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